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带我们回去好不好 好 今天放假是吧 每天是怎么去上学 7月7月 要多久呢 下班20分钟左右 这个站在村口迎接我们的小伙子 叫陈直明 今年17岁 虽然他的下颌骨有些变形 说话有些困难 但是他的快乐并不比同龄的孩子少 见到记者 他一直念叨着一句话 很感谢我爷爷 如果没有他 我就可能个人都是傻吧 厄云从明仔两岁时就缠上了他 从那时开始 明仔的下巴上开始长出了一个大包 一开始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然后像一个小馒头一样 长在哪里 应该在下 然后就是到四处求医了 小花了不少 但是病情并没有好久 随着年龄的增长 明仔下巴上的包越长越大 到最后他甚至吃不了饭 肿瘤 开始大的时候 嘴巴里面生长的时候 把那个牙齿 牙齿啊什么都腐蚀掉 下面很重要 不能感觉 他这样开始很难吃饭 家里为了给他看病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可是病情依然没有好转 通寸的孩子看到他的样子 觉得害怕 没有人敢跟他一起玩 有人说是粉组成法之类的 但是他们都死逃了 软软了 比如说很怪 听到这些的时候 你心里走向 我们所有人一看的 别人都有朋友 看来这里边有朋友 2001年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明仔一家向媒体求助 很快 一则谁愿为明仔 切除拒留的报道 刊登在了阳城晚报上 此时明仔下巴上的肿瘤 已经长得 几乎和他的脑袋一样大 一个没有钱了 已经不能叫一声去求一声 就能回家 就是 回家等死 为了帮助明仔 杨城晚报的记者 主动联系了广州 副大医院院长徐克成 徐克成二话没说 连夜就派车 前往淮基县泰来镇 把明仔借来医治 从旧的时候 已经昏迷他 不几年份 那个时候 但是我看了 也太恐怕了 六岁的小孩 就是像一点点小 站得站不住 站不了 因为这种重点很大 站下来就要倒下来 要知道这样的别人 不是一个战胜的善逸吗 另外他也没钱 他带了几千万钱 到管车的谁去摸 被人家骗着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 明仔康复了 知道他家穷 徐克成不仅为他免去了 三十多万元的治疗费 还答应一直供明仔读书 直到他大学毕业 来读书嘛 读书我还给他签了个协议 我发了个证书给他 我为什么发证书给你 因为我的年龄肯定没太长 也许在这个时间我没有了 我离开这个时间了 你拿这个证书 还可以带我财务 我会去拿钱 我签字给他 明仔的爸妈都在外打工 不能照顾孩子的生活 徐克成又让明仔的妈妈 留在家里照顾他 并每月按照母亲 在外打工赚钱的数额 挤钱过去 我说你能吃鸡蛋吗 他说没有鸡蛋吃 那我说不行 我说你母亲去打工多少钱呢 他说三百块钱 我说母亲别去打工了 三百块钱给我来付呢 一直付到现在啊 没鬼啊 要是所谓吃鸡 给他发个信息给我 爷爷 这个月的钱没有寄 真的很有趣啊 对啊 对啊 也很开心 坏缩了 那些孩子你喜欢的吗 2012年11月4号 我们随同明仔去到了他的新家 你的房间在哪里 在这里 虽然整栋房子都是砖砌的 房间里也只有简单的家具 但是明仔将房子收拾得很整齐 明仔几乎在他所有书本的首页上 都写着一句话 爱拼才会赢 书桌上放着很多有关肿瘤的医学书籍 和各种复印